7月13日,浙江向山县公安局通报,经刑侦技术鉴定,当天下午在向山县石浦海域发现的女孩遗体,确认系杭州市纯安县失联女孩张子新,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,从张子新失联到被发现死亡,其中尚有不少疑问代解。 澎湃新闻此前从福建漳州东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了解到,张子新和两名租客,曾在7月4日至6日,在东山停留两天,7月6日凌晨离开东山,乘坐出租车南下前往广东汕头,7月13日晚。 澎湃新闻从汕头市龙田镇一商务酒店了解到,7月6日上午7时左右,张子新和两名租客入住该酒店,当天下午2时左右,三人离开酒店,整个过程并无异样。 酒店前台表示,此后他们的行程也很匆忙,据南方都市报报道,警方披露的监控视频显示,7月6日23时许,两位租客带着张子新出现在浙江宁波。 入住宁波火车站南门的橘子酒店,从网络平台上留下的痕迹来看,两租客可能曾在潮汕地区待过。 南租客梁某华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显示,在过去半年左右的时间里,他与谢某方从广东潮州出发,游历了梁州、大理、西双版纳等多个旅游城市。 梁某华QQ空间里有多张潮汕地区民间信奉的三山国王神像照片。 善伟一科级干部向澎湃新闻介绍,在潮汕地区、海陆丰地区,三山国王是当地人,用来祈求风调雨顺,四季平安的神灵,特别是农村地区。 信奉三山国王的人不少,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也时常可见。 澎湃新闻注意到,三山国王在汕头地区也比较常见,上述酒店酒店门外,还张贴招数章三山国王的咒服。 酒店工作人员表示,这些咒服只是为了祈求平安所贴,并无其他意思。 据爱敦国之声,7月13日消息,警方正在调查,梁某华和谢某方,二人生前的基本情况。 淳安县公安局副局长于晓阳透露,目前基本确定二人跟网上流传的宗教组织没有关系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